老人好心地递给流浪汉十块钱 本以为能听到他一声感谢 没想到对方不仅不知感恩 还盯上了老人钱包里的百元大钞 看老人不愿意给 流浪汉直接扑过来就要抢 结果阴影养不良反而被推倒在地上 老人身上的药瓶也随之掉了出来 流浪汉起身快速站到了药瓶旁边 老人顿时有点慌了神 然而流浪汉却不出他的苦苦哀求 上前哭吃一脚将药瓶采了个稀碎 随后便转身快速地逃走了 没有药老人随时都可能会直接毙命 为了路上不出现意外 他只能扶生姜粉末一点点捡起 接着又坐上了继续赶路的火车 老人要去看住在不同城市的四个孩子 也正是这一趟旅途 才让他真正地明白了怎么才算是好的父母 之所以会独自一人带病上路 故事还需要从几天前讲起 这天富兰科特意起了个大早 不仅仔仔细细地打扫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就连家里的花草也全都打理了一遍 甚至许久不用的充气泳池都摆了出来 接着他又开心地来到超市 一向勤俭节约的他 这次不仅挑选了不打折的上等牛排 还选购了整个超市里最贵的红酒 甚至又花大价钱购置了一个高档烤路 一直忙活到深夜 他还在兴致勃勃看着说明书研究烤路的用法 弗兰科之所以如此地反常 因为这周末漂泊在外的四个孩子都要回来了 自从八个月前妻子去世后 四个孩子就在也没有回过家 所以弗兰科才打算跟他们好好聚一下 然而就在他不知疲倦忙碌的时候 大儿子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是临时有事情回不来了 弗兰科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表示很可惜 你可能要错过一顿美味的聚餐了 没想到这边刚挂掉电话 大女儿和小女儿也分别打了过来 大女儿说孩子生病了走不开 小女儿说临时有演出回不来 似乎在他们的生活里 永远都充满了无数需要解决的急事 并且每一件都比回家看望老父亲更加重要 弗兰科嘴上说着没事 心里却有些难过 他独自落寞地翻动着手里昂贵的牛排 本来准备的热热闹闹闹的聚餐 转眼间又成了他孤零零的一人 晚饭后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既然你们都这么忙不能回来看我 那我就主动去看你们 顺便给你们一个惊喜 因为四个孩子分别住在四个不同的城市 年龄比较大的弗兰科身体又不太好 他找到医生希望能开些路上吃的药 然而却遭到了医生的极力反对 你这身体不能坐飞机 坐大巴和火车又会太过劳累 这很容易让你在路上出现突发情况 然而弗兰科此时的心意已决 让医生给他开了足够的药之后 弗兰科回到家就翻出了拉杆箱 先给四个孩子每人写了一封信 他决定要把信亲手交给他们 在三确人衣服 钥匙 药物都带起后 他不屡盘山地上路出发了 买票的时候 他还兴奋地说要去见成为画家的儿子 火车上看着外面与列车平行的电线 弗兰科自豪地介绍起了自己的职业 退休前我曾是一名给电线刷防护涂层的工人 职业生涯中我刷的电线总长超过了30万公尺 也正是我这么辛苦的付出 才换得了四个孩子的出人头地 说到这他忍不住拿出相片给别人炫耀 这是我的四个孩子 大儿子是音乐指挥家 小儿子是个画家 大女儿是公司的高管 小女儿是个舞蹈家 谈话间弗兰科的脸上难言自豪至情 就连在月台上等车的时候 他都忍不住跟别人讲起自己优秀的孩子 原来全天下的父母都一个样 不管走到哪里嘴里都离不开自己的儿女 很快弗兰科来到了第一站纽约 这是画家小儿子大卫的住处 不幸的是楼下的大门并没有开 考虑到小儿子可能外出有事情 弗兰科就静静地坐在门前楼梯上等待 没想到一直到深夜还是不见大卫回来 弗兰科决定先找一个地方凑合一晚明天再来 经过一处画廊的时候 他看到了橱窗中大卫签名的画 看着儿子精美的画作 弗兰科的思绪又回到了大卫小时候 那时候大卫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匠 可以随意在墙上画自己喜欢的画 而弗兰科却告诉他 画匠的画只能画在墙上 并且小狗还会时不时地尿在上面 要做就做画家 因为只有画家才能改变人的生活 那时候小小的大卫答应了下来 长大后的他果然没让父亲失望 他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画家 次日早上弗兰科再次来到大卫家门口 敲了半天的门还是没人开 他决定先前往大女儿家去看看 于是把一封信从地上门缝塞了进去 厚重的云层漂浮在低垂的天空 零散的玉米干出立在干枯的草地 也不知道作为公司高管的大女儿过得怎么样 弗兰科没有多想就坐上了 前往大女儿家的大坝 饿了就随便找个快餐店吃点 困了就随便找个便宜点的旅馆 累了就独自一人看电视傻笑 太阳穿过云层头射出金色的下光 低垂的电线仿佛是不断跳动的琴弦 大巴在白云下快速行驶一段后 弗兰科来到了大女儿的独栋别墅前 在她的印象中 大女儿嫁给了一个帅气多金的高富帅 又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儿子 忐忑地按下门铃后 跑过来开门的外孙一脸的惊讶 外孙只是跟他简单拥抱后 就又快速跑回房间里打游戏了 弗兰科也被搞得一头污水 电话里不是说外孙生病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又活蹦乱跳了 看到正在打电话的大女儿 弗兰科像小时候一样朝他吹起了口哨 不管孩子长多大 在父母的眼中 他们始终都是小孩子 大女儿看到父亲也是一脸的震惊 随后又变得一脸的慌乱 他好像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弗兰科 趁着父亲和儿子打高二夫的功夫 大女儿在房间内着急地打起了电话 也正是这个时候 弗兰科才知道 其实外孙的成绩并不怎么好 一直到晚饭的时候 女婿才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赶了回来 在父亲的面前两人显得十分的恩爱 但在饭桌上却出现了状况 外孙对女婿表现得十分抗拒 两人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汉似的 为了避免尴尬 大女儿慌忙岔开了话题 当弗兰科提出想在这里住几天 大女儿却立马表示不太方便 接下来丈夫要出差 我要加班 就连您的小外孙 我也刚给他报了补习班 这明摆着是想直接赶他走 弗兰科表示并没有关系 见到你们一家三口我就很知足了 临走的时候 弗兰科想给他们拍照留念 外孙却宁愿站在一边 也不愿靠近父亲 最后他们都很勉强地挤出了一丝微笑 车站送别的时候 弗兰科先拿出了写给大女儿的信 然后他对大女儿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大女儿被问得一脸猛逼 接着又有点语无伦次地回答道 看着大女儿那慌乱的表情 父亲没在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心智肚明 跟大女儿拥抱之后 他继续出发前往下一站 依然是白天坐大巴 晚上住旅店 次日一早换乘火车一路向前 伴随着窗外的美景不断变换 很快弗兰科就来到了大儿子的城市 看到城市里到处都是大儿子演出的海报 弗兰科忍不住站在大街上跟海报合影 等他来到富丽堂皇的大剧院 整个乐团正在紧张地排练 只不过指挥并不是他的大儿子 大儿子只是后面一个微不足道地敲鼓的 看到父亲过来 大儿子慌忙放下手里的火跑了过来 弗兰科一直以为大儿子音乐天赋很高 在他的印象中大儿子就是个指挥家 接着他便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你不是说是指挥家吗 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敲鼓的 作为受过高等音乐教育的 你不应该做这个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能重新努力做个指挥家 然而大儿子却表示 我从未说过我是指挥家 我很喜欢这份敲鼓的工作 并且感觉挺好的 事少钱多不担责任 还可以四处旅游 简直就是专为我量身打造的 原来世界上有一种不如意 叫做父母觉得你不如意 世界上有一种失望 是你觉得父母对你很失望 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功成名就的人 你混得风生水起 父母自然脸上有光 但即使你没什么成就 只要自己过得健康快乐 父母也会为你感到高兴 当弗兰克提出想住两天看看儿子的表演 大儿子却表示十分抱歉 我下午就要出发去欧洲训宴 并且想要回来也不是一天两天 弗兰克希望大儿子能找个女友尽快结婚 一番话把大儿子说得相当郁闷 本想要抽根烟透透气 结果又因抽烟有害健康 被父亲一通教训 场面一度变得十分的尴尬 两人干聊几句之后 弗兰克开始称赞大儿子 其实你的鼓敲得挺不错 看终于得到了老父亲的认可 大儿子也开心地把父亲介绍给同事 临走的时候 弗兰克再次问出了 对大女儿问过的问题 弗兰克和大儿子拥抱告别 大儿子有些愧疚地说 我很抱歉没能让你留下住几天 等弗兰克回头的时候 大儿子仿佛又回到了不懂事的小时候 弗兰克把信放到了儿子的大股上 虽然没去车站当面送别父亲 但大儿子却一直悄悄地跟在父亲的后面 直到看到父亲买票进站 他打电话给妹妹汇报后才转身离开 他们好像一直有事情在隐瞒着父亲 弗兰克给没能见面的大卫打去了电话 此时我们才发现 大卫的房间早已经被搬空了 在经过一处寒洞的时候 弗兰克发现了一个蜷缩在地上不断咳嗽的流浪汉 也许是看流浪汉跟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 他好心地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忙 然后又大方地从钱包拿出十块钱让他买点吃的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流浪汉不仅没有任何感恩 还要上手抢弗兰克的钱包 甚至还直接踩碎了他的救命药 心里十分难受的弗兰克来到一个电话亭 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尽管妻子已经去世了大半年 家中妻子语言的电话留言他始终没换 当听到妻子那熟悉的声音 慌乱的弗兰克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列车行驶了整整一晚 直到次日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弗兰克才终于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一走出车站 小女儿早已经等在这里 为了让父亲看起来他过得不错 小女儿特意租了辆家常版豪车 车内看起来舒适又宽敞 小女儿把弗兰克带到自己的豪宅 不仅给他安排了一个超大的卧室 还在高空旋转餐厅订了一顿大餐 还没等他们出发 女邻居突然抱来了一个小孩 说是自己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希望小女儿能帮忙照看一下 没想到这女邻居一去就是一整天 看大餐时吃不成了 弗兰克就在沙发上逗孩子玩 不知怎的他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弗兰克倒出了口袋内全部的药渣 剔除里面的衣服纤维后 他一把全吞了下去 弗兰克无意间听到了一通电话留言 这才知道这豪宅是小女儿花钱做来的 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 弗兰克说带的药没了打算明天回家 小女儿也并没有过多的挽留 吃饭的时候 小女儿又变成了那个贪吃的小女孩 当他们聊的母亲 弗兰克问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疑问 为什么你们总是愿意跟母亲说话 却从来都不跟我分享点什么 小女儿回答说 因为母亲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而你却总是教导我们该怎么做 并且你对我们要求也太过苛刻 父亲解释说 我只是希望做一个好父亲 希望你们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 为了能够尽快赶回家吃药 这次父亲打算坐飞机回去 临别前他把最后一封信交给了小女儿 这次弗兰克没再问那个你快乐嘛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 就算问小女儿也不会说实话 看着父亲远去的沟楼的背影 小女儿的内心无味杂沉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舞蹈家 不过是餐厅的一名普通服务员罢了 飞机上看着窗外云层的电闪雷鸣 弗兰克突然感觉有点不舒服 本想用卫生间的水缓解一下 结果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等到空姐发现她的时候 她的意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恍惚中她和四个孩子坐到了后院中 她只问四个孩子 你们为什么都欺骗我 原来虽然他们什么都没说 弗兰克却早就看透了一切 她问大女儿 你跟丈夫是不是已经离婚了 大女儿解释说 三个月前丈夫有了新欢 所以我儿子才对他这么讨厌 她问大儿子 你的城市到处都是演出的海报 你根本不可能去欧洲训练 大儿子解释说 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没告诉你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想伤害你 她问小女儿 那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吧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小女儿解释说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 但是妈妈突然生病了 我不想让你失望 所以才没有说 最后弗兰克看向了最关心的大卫 我要到哪里才能见到你 然而大卫却什么都不说 只是傻笑 这让弗兰克十分的生气 此时天上突然一声巨响 逗大的雨点从天上砸了下来 孩子们快速收拾东西跑回了房间 看着孩子们离开 弗兰克抬头仰望星空 他想不通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些年所有孩子都在对他说谎 等弗兰克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此时孩子们都已经来到了跟前 唯独缺少了大卫的身影 弗兰克突然有了一种不想的预感 他问三个孩子 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大卫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 面对父亲的不断追问 几个人的脸上都是不满了悲伤 原来这些年大卫一直都不快乐 自从母亲去世后 他的状态更差了 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最终因为摄入毒品过量死在了墨西哥 原来前几天儿女们不让他留宿 都是在背后紧张地处理这件事情 虽然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面对着沉重的消息 弗兰克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 幅兰克伤心地掩面哭泣 松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不断耀眼 妻子在倾斜的水屋中不断挣扎 睡梦中弗兰克又想到了跟大卫的对话 你长大了要做一个画家而不是画家 画家的画只能在墙上 并且小狗还会时不时地尿上 与此同时小时候的大卫也来到了床前 大卫说 我一直在想长大后做什么工作 可能是画家 可能是画家 也可能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这一次弗兰克却说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为你骄傲的 大卫正要离开的时候 弗兰克说 门前又变成了已经长大后的大卫 当弗兰克从睡梦中醒来 眼前却什么都没有了 只留下空荡荡的走廊 还有弗兰克对大卫不停地呼唤 弗兰克为自己对大卫的严厉感到后悔 然而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天下没有教人如何做父母的书 他已经尽自己的权利对待孩子们 却没想到还是这样的结局 他感动于自己不记待家的付出 想让孩子们个个都出人头地 却忘了问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一段时间后 弗兰克痊愈出院了 他回到了自己空荡荡的家 那风塞给大卫的信被推了回来 在信里他邀请孩子们一起回家过圣诞节 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正是孩子们年幼时圣诞节和母亲的合照 而这一切大卫都无法看到了 弗兰克来到妻子的墓前 对着墓碑喃喃自语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你要问我从这次旅程中学到了什么 我还真说不出来 但我知道如果能从头再来 我不会再对孩子们这么严格 只要他们能生活得快乐 我就知足了 我以前真该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弗兰克哽咽地和妻子报告自己的近况 孩子们都答应我今年回家过圣诞 希望大卫和你也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 几天后弗兰克再次返回纽约 他想要买走当初挂在橱窗的那幅画 然而不幸的是那幅画已经被人买走了 弗兰克失落地离开的店铺 没想到店员却紧跟着追了出来 原来他突然意识到弗兰克就是大卫的父亲 店员说以前大卫经常对我说 如果不是你他永远也成不了艺术家 接着店员带弗兰克来到了仓库 这里存放着一副大卫还未完成的画作 店员说大卫从不在意流行什么 他的画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当看到大卫没完成的画作时 弗兰克的双眼顿时湿润了 原来画上正是他奋斗了一生的职业 这是大卫对他表达的最隐秘的爱 他知道弗兰克对他们的付出 也非常真是父亲所做的一切 当今次的阳光夹杂着薄雾铺满了山顶 当静谧地挨挨白雪覆盖了大地 弗兰克再一次开心地来到了超市 再一次购买了上等的牛排和红酒 还有一个漂亮的圣诞树 他们一起装饰房屋 一起在厨房内忙碌 大家一起为晚餐紧张有序地操劳着 晚饭时看着眼前开心快乐的一大家子 弗兰克顿是感慨良多 虽然一直希望孩子们都很优秀 不过现在看来只要他们过得快乐就好 有时候没必要对孩子们要求那么高 此时他只想对去世的妻子说一句 天伦之旅是由柯克琼斯指导 罗伯特·德尼罗主演 上映于2009年的家庭剧情电影 在妻子去世大半年后 因为孩子们都没空回来看自己 所以弗兰克打算带兵独自上路去看他们 本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没想到这次旅行让他百感交集 所寄予厚望的孩子们各有各的烦恼并不如意 平时孩子们却都只是报喜不报忧 并且试图以美丽的谎言掩盖自己 龙英台曾说过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小时候我们可爱又叛逆 会跟在妈妈身后 喋喋不休地诉说在学校发生的一切 被谁欺负了和谁成为了好朋友 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又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青春期的秘密却从不和父母提起 日基本藏在家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长大后我们变得冷漠有懂事 我们不再和父母住一起 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再往后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很忙 忙到和父母打一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面对父母打来的关心 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就算日子过得不好 也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 从不让父母过于担心 作为父母你对孩子撒了多少谎 作为孩子你又对父母撒了多少谎呢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是我们穷尽一生都在研究的课题 弗兰克希望孩子出人头地 长大做出一番大事业 孩子们带着这份沉重的期望上路了 也许这不是他们想要的 但却是父母的期望 出于对父母的尊重和爱 他们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 然而社会是残酷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 明明没有成功 但在父母面前 他们又要装作很成功 他们很怕父母揭穿他们的谎言 所以只能和父母保持距离 三个孩子的遭遇固然让人叹息 但大卫的结局更是令人心痛 最后弗兰克虽然幡然醒悟 却也已经无法不救了 其实大多数父母该明白 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 能站在金字塔顶端 接受孩子是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